第0631章 有那么一点点心动 去外面走走吧 看看你的梦境里 都是些什么 女梦师擦干净了狱却不穿鞋 就那样光着脚丫在地面上走动 著名朗心中刚涌起一丝疑惑的时候 女梦师仿佛知道她所想 接着开口说道 梦境的地面是一尘不染的 著名朗点了点头 与这位女梦师一同朝着屋子外头走去 途径那竹林的时候 原本一个小院的竹林 却不知为何看上去非常深邃 就好像根本没有镜头一样 而在竹林茂密的地方 有一盏朦胧的灯 灯下有一位恶娜多姿的女子 正手持着比在描绘着什么 只有一张朦胧无比的侧脸 却是倾国倾城 著名朗心中大害 罪过 罪过 看来你心中已有位不可动摇的家人了 还是经常在竹林相遇 女梦师笑了起来 就像不小心得知了著名朗心中的什么秘密一般 有些得意 不如你过去和她做点什么 我可以在外头等候 反正这是梦境 假如你走过去 她不会像雾一样消散的话 嗨嗨 我们先把正事给处理了 毕竟你收费这么高 要没有解决掉阎王龙对我的痴迷 可能我就无法回去了 著名朗说道 好吧 著名朗承认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心动 下次可以考虑来做一下这方面的专门项目 著名朗啊 著名朗 你如今为何越来越堕落 现实里的好好争取 不香吗 怎么可以动这种投机取巧的念头 赶紧找到午夜梦妖 然后解除阎王龙对自己的监视 到了外头 乍一看这座雀狼神城 并没有什么古怪的地方 可仔仔细细去考究的话 会发现街道的尽头是一片森林 楼阁的顶端 总是站着那么一个迎风思索的人 来来往往的人都像是重复机械的 做着某件事 身在梦中不会觉得这些有什么不妥 但被点醒了之后 一切都看上去有些荒唐 漫无目的地走着 突然背后闪耀起了璀璨至极的神光 光芒像是温暖的潮水柔和地包裹过来 既能够真实地感觉到它的厚实 也可以感受到那份软绵飘渺 著名狼转过身去 看到了那一座一座宏伟的圣楼 不可思议地叠在一起 而最高处的一个延伸出来的观星台处 有一个披着金灿灿瘦容华贵之袍的人 他正安详地高坐在那里 带着一个高深莫测的笑容 屁腻着自己 屁腻着整个人世间 呃 那不会是雀狼神吧 我白天是这样假象过他的形象 著名狼尴尬地挠了挠头 但愿午夜梦妖不是变成他的样子 不然你怎么战胜得了雀狼神 女梦师伏鹅道 这位梦师发现今天的可人 脑洞极开 这样的梦境 其实跟踏入到了一个无间地狱 没有什么区别 天知道 会有什么稀奇古怪 和难以理解的东西 出现在她的梦中 而且 梦境不是一个闭合的环境 它会随着做梦者的熟睡程度 无限地扩张 也可能像是一幅画 起初只是轮廓 慢慢地会变得细腻 一旦很多事情变得过于真实 那么人就可能迷失在梦境里 分布清真实与梦境 午夜梦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伪装自己 拖延时间 让助明朗将整个梦境的细节给补全 同时 让梦境扩张得更大 这样 她就可以获得更多关于助明朗的信息 甚至从中窥探到助明朗的记忆 那人钱财 替人消灾 女梦师还是尽心尽责地 去把问题给解决的 前面有一大片陨石坑 形成了恐怖的盆地 你之前到过这种地方吗 还是你胡乱拼凑出来的假景 女梦师说道 这一边街道 繁华四景 可到了街道的一半位置 突然间变成了另外一幅景象 是那焦黑的毁灭之土 助明朗仔细观察了一番 发现街道旁 还有一条花灯凝合 那里有无数穿着色彩鲜艳的男男女女在游逛 是祖龙城邦的河街 而且呈现的 还是那天花灯节的景象 而这幅景象延伸出去的地带 竟是陨坑盆地 自己将当初砸落在祖龙城邦的天火陨石 与盛阙大陆的残海陨落 结合在了一起 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记忆交织的惊人画面 不愧是梦境 如此光怪陆离 不愧是自己 脑子里都他娘的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你多多留意 午夜梦妖也有可能藏在你记忆中 很不起眼的东西身上 如果这是你曾经看到过的景象与事件 仔仔细细去回忆 看看有没有严重不符合你记忆的事情 女梦师一改之前在竹林居中的轻挑妩媚 变得专业起来 变得认真起来 助明朗点了点头 他观察着那看花灯的人们 梦境里的人们是机械语重复的 他们脸上只是洋溢着对花灯美好的喜悦 对于天火砸出来的巨大坑洞与焦土 视而不见 更不会去在意那陨坑盆地 小哥哥 你写的是什么啊 这时 一个香喷喷的少女跑了上来 明明长相还是可爱俏理的 就不知道为何嘴巴像是抹了毒一样 翠绿翠绿 方念念 当时自己确实和方念念买了一盏花灯 然后一起写下了内心的祝愿 天下无敌 助明朗对嘴唇是绿毒色的方念念 微笑着说道 哼 这么烂俗 说完 方念念就转身离开了 方念念一下子没入到了人群中 助明朗怎么找也找不到她 如何 她有问题吗 女梦师就在旁边站着 但方念念 好像看不见女梦师一样 应该没问题 可她的唇色有些古怪 舌头好像也是毒绿色的 女梦师说道 嗯 那就是我判断她没问题的重要依据 助明朗自信道 助明朗没有往允坑藤地那里走 她相信自己踏入境区 阎望龙还会出现 毕竟她本就对自己植入了恐惧 如果梦境是根据现实映射出来的 那阎望龙在那里守株待兔的可能性很大 你前些天一定有经常看到一个相同的东西 这东西是五夜梦妖的概率非常大 女梦师提醒 助明朗道 第0632章 五夜梦妖 经常看到的东西 最经常看到的就是阎望龙的眼睛 可那应该是阎望龙恐惧诅导致的 五夜梦妖会伪装成我身边比较亲近的人和龙吗 助明朗问道 不会 过于亲近你的东西 你可以一眼就识别出它存在端倪 高明的五夜梦妖不会做这种蠢事 他们一般会选择 你身边常可以见到 又不是那么去在意的 女梦师说道 助明朗点了点头 有了一个范围 要找五夜梦妖就不至于那么费劲了 继续在这雀狼神城中行走 助明朗发现 这座上城 唯有自己白天途径过的地方 是雀狼神城的模样 其他整座神城 都是凭借着自己记忆里的画面拼凑出来的 就比如说 走过一座长桥 桥的对岸却是一片珊瑚海 海上有一片非常华丽的建筑 正是尼海曼城的最高驯龙学院 考虑到这些日子 助明朗并没有重复看到 驯龙学院出现在自己的梦境里 所以 助明朗也没有踏进去 午夜梦妖应该没藏在那里 再往城深处走 助明朗看到了一片铜色地砖铺成的城区 那似乎是黄都中的中央黄城 果然 走到最里面的时候 看到了那在城河之中的竞斗场 人声鼎沸 群龙厮杀 这些天比较常梦见的 应该是祖龙城 多在祖龙城帮的梦境区域里转一转 助明朗自言自语着 天书神江很广阔 也有许多女梦师从未见过的疆域 这些零零碎碎的画面 倒是也没有让女梦师 对助明朗的来历产生怀疑 毕竟她的所见所闻 也是跟着助明朗的 梦境里的神城中 镶嵌了一座祖龙城帮 助明朗甚至可以看到 城帮白色的帮墙 宏伟高大 古老庄严 灰白色的城帮巨墙 在缓慢地蠕动着 犹如活着的一样 这让女梦师都一副惊恶不已的样子 也不知道这活动着的城墙 是助明朗意想出来的 还是确实有 见到过类似的景象 小哥哥 你花灯里写的是什么 这时 方念念又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 然后凑过来问道 那小嘴翠绿翠绿的 眼睛笑成了小月牙 永垂不朽 助明朗没好气地回答道 真俗 方念念转身就走了 又一次消失在了人群中 助明朗挠了挠头 不明白这丫头 为什么老是跑过来加戏 你是在那陨坑盆地中 遇见阎望龙的吗 女梦师问道 是的 助明朗点了点头 那我觉得 午夜梦妖躲藏在这个 河灯街的可能性很大 女梦师说道 为何 助明朗仔细回想了一下 自己好像也没有经常 梦到这个花灯节 阎望龙给你制造恐惧 试图让你不断地梦见 当时与他接触过的场景 但你潜意识地去回避 不让自己的梦里 出现那陨坑盆地 于是 在这种情况下 你梦境里诞生了 一个相似的画面 就比如说 这个被天火陨石 给砸中的花灯街 女梦师认认真真的分析着 助明朗仔细回想了一下 前些天的梦境细节 似乎确实有一片焦土 一片瓦砾 同时 身边还有来来往往的陌生人 之前梦境会 模糊忘却的缘故 人只有刻意去冥思 并且找寻相似的画面 去追寻记忆深处 才会恍然间明雾 自己时常梦到这个场景 每一个梦 虽然都是独立的 但许多梦 其实都存在拼接痕迹 所有可以拼接的梦 称之为一个梦团 这个梦团就像是一个复杂的线球 里面的场景 事件 相互交缠 交错 纠结在一起 而当你找到了线头 顺势去追溯的话 便会将这整个梦团中 所有的梦线解开 曾经梦到过白天 却怎么都想不起来的景象 便会陆续呈现在你脑海 女梦师很详尽地 给助明朗解释 一个人的梦境构成 也就是说 这花灯街 就是梦线的端头 由花灯结言 展开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梦境 为此助明朗 特意到花灯街四周看了看 发现花灯街另外一头 却是虚无之物 花灯街的下面 竟然是地脉迷宫 更夸张的是 花灯街的桥 另外一边 是梨家院 那种这秋南树的小别院 就在视线可见的地方 没有别的其他 多有的墙体与楼阁 虚无之物 陨坑盆地 梨家别院 地脉迷宫 这些都是助明朗赶路的 这些天有梦到过的场景 而他们都与这花灯街 前后左右上下相连 还真是梦现的端头 确定是这里之后 很多被自己遗忘了的梦 就呈现了出来 突然 助明朗感觉到 头顶上有什么东西 助明朗立刻抬头 猛然间发现 天空中出现了一双巨大的眼睛 幽火明眸 果然是阎望龙 阎望龙的双眼 占据了神城上空 就那样冰冷 而愤怒地注视着自己 而且 这一次离自己明显更近了 阴魂不散 总有一天把你驯服了 给本公子看家护院 如你所说 确实是这花灯街 是我最近梦境的源头 那事情就明了许多 我们只要在这花灯街中 找到那个午夜梦幽伪装的东西 女梦是点了点头 正说话的时候 一个小嘴抹了绿茶的少女 雀悦地跑了过来 她穿着漂亮的新衣 脸上洋溢着几分喜悦 她走到助明朗的面前 少女正要 仰起头来时发问时 助明朗却抢答道 世界和平 少女在风中凌乱 仗红着脸 瞪着眼睛问道 你怎么知道 我要问你 祈愿灯中写的是什么 你锦里先生附体了 助明朗说道 哼 你就没有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我才不信你 写的是这些 方念念气呼呼地说道 愿每一个感到生活艰辛的人 最后都能被某人温柔以待 助明朗对美好住院方面的词张口就来 大骗子 你到底写的是什么 我想知道 方念念果然是一个 不安常理出牌的丫头 那你先告诉我 你写的是什么 助明朗笑了笑 方念念支支吾吾 过了两久才道 我写的是 祝你的愿望能够实现 毕竟第一次有人 给我买这么好看的衣裳 以前 以前家里人从来不把我当做一个女孩子 总是让我穿着哥哥们的旧衣裳 助明朗听到这句话 不由愣了愣 事实上 助明朗并没有写什么 国泰民安 对于不切实际的愿望 助明朗从不奢望什么 假如这祈愿灯 真的有那么一点点作用的话 助明朗不介意赠给勤勤恳恳 帮自己四处找龙梁的小丫头 所以 助明朗当初写的正是 祝方念念许下的愿望可以实现 让助明朗想不到的是 方念念写的 却是愿自己的愿望可以实现 这不是为男人 还愿花神吗 助明朗看着这丫头 明明是那么翠绿翠绿的小嘴 怎么现在看上去 分外可爱了起来 得到温柔以待的前提 是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快告诉我 快告诉我 我可是一口气买了六个 就为了能灵验 方念念焦急地说道 助明朗与方念念说话之时 阎望龙那双眼睛变得更加恐怖 而且 他似乎张开了嘴 朝着这祖龙城邦 喷吐出了一团天火 这天火砸向了花灯街 将这一带摧毁殆尽 街道上的人对此仍旧视而不见 方念念也浑然不知 他只关心助明朗写了什么 等等 你为什么要一口气买六个 助明朗突然质问道 不是多买几个 愿望就会灵验吗 方念念一惑道 助明朗皱起了眉头 开始怀疑 方念念是午夜梦妖变的 可方念念算自己很熟悉的人了 午夜梦妖变成她的样子 可能性很小 她怎么会不断作死地 跑来和自己说话 这等于是让自己识破她 但是 许愿灯只能买一个 每个人在那天 也只能许一个愿望 放入到花灯中 这算是一个小常识了 方念念是第一次去花灯节 不知道这个倒是情理之中 可卖花灯的人呢 谁和你说 多买几个花灯就会灵验的 助明朗问道 我问卖花灯老伯的 老伯就点头了呀 方念念回答道 卖花灯老伯 卖花灯老伯 贪出不止方念念一个人 如果方念念问了这个问题 老伯要点头 那周围的人肯定会觉得 老头不虔诚 也不会在这里买花灯了 所以 卖花灯的老伯 是不可能贪图多卖几个 而撒谎的 旁边别人盯着 那么导致方念念 会买好几个花灯的 正是这位卖花灯老伯 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常识 他以为 花灯只要卖就行了 他下意识地也认为 花灯买得越多 愿望就越灵验 走 去找那老伯 助明朗立刻有了思绪 果断地对女梦师说道 卖花灯的老伯 完美地符合了 自己不会去留意 同时又一定会出现在 自己视线的人选 毕竟自己这些天 都梦到了花河街 干嘛去啊 方念念一脸疑惑 不明白助明朗气势汹汹的是 去做什么 打假 助明朗 女梦师 方念念 穿过了人潮 找到了那位卖花灯的老伯 老伯视线并没有和助明朗接触 只是机械重复地卖着花灯 别伪装了 我知道你就是午夜梦药 在这里监视我了这么多天 真以为我揪不出你吗 助明朗冷笑地 看着这位花灯老伯 第0633章 不可战胜 年轻人 你说什么 我没太明白 卖花灯老伯回答道 花灯只能卖一个 多许愿就不灵验 这个成年人都懂得常识 你一个卖花灯的却不知道 助明朗不屑地道 老伯神情有了一些变化 他一双眼睛变得浑浊 渐渐地开始变得古怪而妖异 人类的买卖 不就是建立在贪婪之上的吗 老伯发出了怪异的笑声 他的身影逐渐变成了一团 黑漆漆的物质 像黑色泥园一般 扯淡 不要用你这阴暗狭隘 智慧不高的理念 来揣测人类的高尚 我旁边这位女子 萍水相逢 就可以因为我长相俊美 而对我分文不收 助明朗义正言辞地说道 女梦是立刻嗅到了 有人想要白嫖的气息 而方念念那双小月牙眼眶中 瞳孔笔邪 你终于还是去了湖边画坊 卖花灯的老伯 彻底变成了一团黑漆人 身上的肌肤 还处在一种软膩流动的状态 但很快 花灯老伯开始塑形 他仿佛可以塑成 这世间所有的物体 终于午夜梦妖 当着著名朗的 面画画成了一个 穿着瘦绒滑袍男子 他面带高深莫测笑容 一副屁腻世间烦人的样子 这时女梦师转过头去 目光望了一眼 身后那重重叠叠的圣楼 圣楼的观星台上 端坐着的雀狼神不见了 糟了 他变成雀狼神的样子了 在你的认知里 雀狼神是天上神明 是不可战胜的 我们快离开这里 别让他给你造成梦境创伤 女梦师说道 这午夜梦妖智慧很高 而且修为也强大 正常情况下一个午夜梦妖 是不可能凭借着 这么几天的梦境画面 凭借着那些破碎的真实映射 便找寻到这个人最高认知 午夜梦妖的幻化 也必须建立在 祝明朗的梦境合理范围 比如说 午夜梦妖幻化为一个 十万八千里的天神 更与这雀狼神城 祖龙城没有半点关联 在祝明朗的梦境认知里 就过于荒唐 同时也会在梦境里 自行幻灭 但这午夜梦妖 显然已经从白天的蛛丝马迹中 锁定了祝明朗的位置 并且非常确定 祝明朗就在雀狼神城 雀狼神城最强者 便是雀狼神 祝明朗自己脑子里 也意想过雀狼神的样子 于是 午夜梦妖就以这种方式诞生 祂要在梦境里把我杀了 会怎样 祝明朗询问女梦师道 首先 你在雀狼神这件事 午夜梦妖已经很确定了 你的担忧没错 阎王龙多半已经守在雀狼神城外头 只要你不小心踏足黑暗 必死无疑 野外的大地庙宇 护不住你 其次 你在梦境里被杀死 恐惧会加深一层 你往后只要熟睡 一定会被噩梦缠身 夜夜折磨你的心神 最终让你崩溃 自己走到黑暗里 接受阎王龙的制裁 我们先离开梦境 雀狼神无法战胜 我们得把午夜梦妖 引到一些更低级的场景 至少绝不能 是在这雀狼神城 我替你重新造梦 总会梦到别的地方 女梦师也没有想到 遇到了一只极其强大的午夜梦妖 这一次算是失策 不是一事 怎么知道 我不是她的对手 祝明朗问道 你疯了吗 那是神明 在你的认知里 她已经是不可战胜的神明 连你自己都这样认为 你如何去击败她 女梦师有些气愤道 我得认知你 她确实是神明 可我没有觉得 那是不可战胜的 不可战胜 是你的认知 祝明朗说着这番话 手中不知何时 多出了一柄剑 在我的认知里 我的龙不逊神明 在我的认知里 我的剑境笔尖神明 说完这句话 祝明朗竟然一剑 朝着雀狼神斩去 她出剑无比果决 没有一丝丝的犹豫 这让看到这一幕的 女梦师都呆住了 她甚至怀疑 即便是雀狼神 本尊站在她面前 只要是敌人 她都会毫不犹豫地拔剑 这是个什么人啊 心中难道没有一点 对神明的敬畏吗 剑出鞘 天地为鞘 著名狼所施展的正是 拔剑朱坤 可以看到一道贯彻 天地的剑痕掠过 整座雀狼神城 与这镶嵌的祖龙城 都被这一剑给展开 旁边的女梦师 看着这个梦境世界一分为二 心中更是骇然 她这一剑的威力 突破了她修为本身 仿佛要不是身体受限 她可以一剑将一片星鱼给斩落 可以将高高在上的神明也灭杀 尽管这是梦境 梦境里的人 往往可以宣泄出超越现实的能力 可对方 这强大到了极致的自信 连神明都不放在眼里的狂交 哪里像是一个匍匐在神明疆域中的正常子民啊 只要是七夕在天书神疆 提及任何一位神明的名字 那个人即便表面上做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内心底也会有所忌惮 毕竟 这里每一个土生土长的人都被灌输了 神明即是上苍的思想 也不知道是麻木自信 还是真的信念坚定到 连神明的威慑都无法动摇 著名朗这一件威力 可谓惊天地气鬼神 雀狼神城被一分为二 陨坑盆地被一分为二 天空中那双颜望龙的眼睛 也被这一剑斩得无影无踪 那午夜梦妖化站在那里 脸上露出了惊恐之色 她的脸上出现了一道痕 身体从一个完整的雀狼神形态 化作了之前那黑色的泥油 这泥油刚想要以流动的方式 向四周逃窜 紧随而来 那可怕至极的间隙便卷来 将这午夜梦妖的黑色泥油 化为乌有 卑鄙自大的人类 丝业的主人将永远缠绕着你的喉咙 慢慢地勒紧 直到你窒息的那一天 午夜梦妖在消失的那一刻 传达了这句话 著名朗盯着午夜梦妖消失的地方 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一旁女梦狮 也过了好久才回过神来 现在女梦狮 可以给著名朗这个人 下一个断定了 无可救药的自恋狂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人 对自己超越神明这件事 坚定到这个地步 第0634章 砍了雀狼神 我们离开梦境吧 没有了这午夜梦妖 阎王龙一时半会是不可能 找到你了 即便她知道 你身在雀狼神城 她也不知道你何时离开的 更无法提前 在你可能逗留的大地庙宇 黑夜也外埋伏你 女梦狮说道 她现在就想赶紧离开 这个家伙的梦境 天知道华仇出现 这个男人 是不是也一箭砍了 其他神明与华仇 这样的神明相比 即便是梦里 即便自己只是旁观目睹 都感觉是一种 亵渎与罪念 出了梦境 果然女梦狮没有收钱 著名朗看着这位女梦狮 心中突然间 像是有一个杂技小人 在踩着陀螺 连续高速旋转 终究是抵挡不住 自己的人格魅力 与致命严肌 收了这种男人的钱 那等于此生 没有任何纠葛了 仅仅是一场 再寻常不过的皮肉生意 而不收钱的话 冥冥之中 就会有一丝牵绊 兴许将来 还会有一些 别样的命运交织 著名朗满意地点了点头 彬彬有礼地 与女梦狮到了谢 然后留下了一个 意味深长的笑容 潇洒离去 奈何自己是一个 有家式的人 家中娘子能闻会舞 大家还是就此 相望于江湖吧 女梦狮回到了 自己的屋子中 让童子闭门不接客了 那位童子满脸的疑惑 忍不住开口问道 师父 怎么让人家把钱退了呀 这不合规矩 难道您真的 对人家动心了 他的梦境很不一样吗 是那种独特 且内心毫无污浊的人 扯淡 女梦湿气地满脸通红 他看了一眼 著名狼等人离开的方向道 他在梦里 把雀狼神给斩了 这样一个不尽神明 还被鬼魔追逐的 无可救药之人 本先是不想和他 有半点瓜葛 金钱上的交易也不要 啊 这世间竟有这种人 童子说道 哼 这种人除非他自己 真的能成神 不然在天书神江 肯定万劫不复 女梦湿说道 那他将来会不会 真的成神了 童子问道 怎么可能 女梦湿美好气地 瞪了一眼童子 接着道 他要是能成神 我将每日泡脚的 十池子水喝了 师父 那我往后再放一点 您平常喜欢的田局 下到池子里 童子说道 女梦湿刚要拿起 面前杯子里的田局茶 顿时一阵反胃 恼羞成怒地 泼到了出去 走在返回那昂贵宰猪的 客栈路途上 著名朗 一直没有怎么说话 旁边的秘容紧紧地跟着 见神选大哥哥 在认真思考事情 也不敢说话打扰他 大高手庞凯 就属于那种 你不主动和他说话 他也不会多半句废话的类型 三人走在繁华的 雀狼神城大道上 时不时有一些奇珍异寿 在无比宽敞的 神城大道中穿行 那些镶嵌着金玉的马车内 也不知都是一些 什么尊贵之人 总之嚣张跋扈 对于那些走路不长眼的 平民来说 仿佛被他们的 龙兽车架给碾死 都是一种荣幸 著名朗 在思考一个事情 自然不是成功白嫖这件事 像自己这样的人 迟早是要习惯这种情况的 他在想那个五夜梦妖 他所幻化的雀狼神明 的确是自己在脑海中 假象的样子 可著名朗留意到了一点是 五夜梦妖所化的雀狼神 少了一条胳膊 他披着华贵至真寿袍 可他缺了一臂 如果五夜梦妖 是完全依照自己 内心假象的雀狼神明 那没有理由 少了一条臂膀啊 毕竟自己一开始 走在大道上 看到雀狼神明 就高坐在观星台上 他双臂健全 那少了一条手臂 这个情况 就是五夜梦妖自己的主意 五夜梦妖 脑子也有坑吗 明明自己已经在梦境里 描绘出了雀狼神明的模样 他照着便就可以了 干嘛要少了人家一个胳膊 若不是有坑 是不是存在这种可能 那只五夜梦妖 其实是见过雀狼 神明本尊的 至少五夜梦妖知道 雀狼神明 少了一条手臂 这个重要特征 所以在梦境里 他为了更加完美地 幻化成雀狼神明的样子 于是自作主张地 将雀了一条手臂 这个特征 给增加了进去 他觉得 这份真实 能够更好地贴近雀狼神明 从而震慑梦境里的著名狼 秘容 有人见过雀狼神明本尊吗 他是不是缺了一条手臂 著名狼开口问道 啊 秘容发现 神选大哥哥的思维真是跳远 他愣了一会才道 我没有见过 但雀狼神城内 肯定是有不少人见过的 没有少一条胳膊啊 但我雀狼神明 有些年没有露面了 有些年没露面 那他现在 是不是少了一条胳膊 不好说 对吧 著名狼道 这样说也没有问题 可作为一个神明 怎么可能会被人 砍了一条胳膊呢 那得是多么强大的存在 秘容说道 著名狼摸了摸下巴 听秘容这么一说 著名狼也觉得自己 是不是想象力过于丰富了 怎么就凭第一个午夜 梦妖奇怪的行径 就做那么夸张大胆的假设了 自己印象深刻的人里面 少了一条胳膊的 不就是那位百姓男吗 尽管他是来自上界 尽管他拥有诡异的功法 尽管雀狼神管辖的疆域 确实是离极庭最近的地方 对了 神明可以穿过虚无之物吗 著名狼心中已经否定了 自己这个没意义的猜想了 但随口问了一嘴秘容 可以的 我是听圣君说的 神明是有能力穿过虚无之物 降临到其他行路中 但绝大多数神明 不会去这么做 秘容说道 这是为什么 神明不喜欢旅行吗 我觉得我要是成为了神明 还是蛮喜欢到其他大陆上装 呃 增长见识的 著名狼说道 代价很大 神明要穿过虚无之海 虚无之物 他们会自然而然地 将雾气吸入身体 也因此神力受到极大的限制 得经过几年年时间 才可以将这种隔绝神力的虚物 给净化干净 秘容说道 也就是说 神明若不找到正确的方法 强行降临到其他行路中 会被暂时贬为凡人 著名狼语调 发生了一些变化 秘容点了点头 这一点他很确定 他们圣君是离玄歌神明最近的人 圣君和自己说的肯定不假 只是 绝大多数神明 不会冒这样的风险 在其他行路 等于是到未知陌生的地方 暂时被压制了神力的神明 尽管比大多数凡人要强 但也存在陨落的可能 除非那片心路 有值得这位神明冒此风险的东西 怎么了 祝哥哥莫非是见过强行降临的神明 秘容问道 我是遇到了一个人 他是从其他地方降临到我们集庭的 拥有一种可以吸收一切生命 灵气 能量的功法 祝明朗说道 这种功法很少见 而且未免也过于强大了吧 所有的修行者都只能够吸收灵能 哪有连生命也可以吸走化为己用的 秘容说道 花草树木也枯萎了 祝明朗回忆道 这种能力很不可思议的 即便不是正神 将来也有可能成为一代邪神 秘容说道 祝明朗点了点头 当时遇到那位百姓男时 祝明朗就感觉到 这个家伙的神烦能力过于强大可怕 所以也不惜一切代价 想将他斩了 没有想到 对方还是太强的 只斩了他一条手臂 而自己差点命丧当场 对了 当时为什么旧正正好出现了虚无漩涡 虚无漩涡的出现 是不是也与这个百姓男有关 若将自己刚才的假设 与这个疑问关联在一起 百姓男子是强行降临到 集庭的雀狼神 他因为吸入虚无之物 而神力受阻 实力大损 于是想要通过吸食生命 领导 一切天地能量 来为自己疗伤 然后被流放出 黄兜四处游离的自己撞见 性命攸关之时 他利用残存的神力 打向了虚无之海 形成了虚无漩涡 将自己给卷到了其他地方 好通顺的罗箭 著名朗却突然间一阵头皮发麻 不会吧 不会吧 自己砍的人是雀狼神 梦境里砍了雀狼神是一回事 现实里 自己要真砍了雀狼神一条胳膊 自己幸福美满的日子 还怎么继续下去 按照时间推算 那百姓男子 真是雀狼神的话 他也差不多要恢复神力了 虚无漩涡的出现 一直是著名朗无法理解的 自己为何会跌入到漩涡中 为何会穿越到无土 若找不到别的解释 那只能够从自己的敌人身上 找出原因了 毕竟那座 领导著名朗不久前也去过 就是零能丰富了一点 没其他过于特别的地方 猪哥哥 你怎么了 脸色看上去有点差 是不是梦到了很可怕的东西 我做噩梦醒来 也是这副样子的 秘容关切地问道 人生最悲惨的 莫过于在梦境里 将雀狼神给砍了 醒来发现 自己真把人家给砍了 著名朗哭笑不得 猪哥哥乐观一点 毕竟有些事情都是猜想 除非验证了 不然都没有必要去过分忧愁 而且 这个事情 我可以帮你验证哦 秘容说道 你有办法 著名朗很是意外 不愧是小棉袄呀 真是越来越讨人喜欢了 第0635章 神玉琪 就是路途有些遥远 祝哥哥可以跟我去玄歌神国 我去请求圣君帮忙 他可是最了不起的预言师 连玄歌神明都会咨询 我们圣君一些事情了 圣君最疼我了 我和他说 你救了我两次 他一定会帮助你的 哪怕这是会冒犯的某个神明 秘容说道 虽然实现起来有些小难度 但秘容会想办法让圣君帮助哥哥的 秘容这句话 倒是点醒了著名朗 对啊 自己在这里瞎猜馆屁用 去找自己的天选福星 星化娘子啊 他可以预言出 整个天书大陆都垂涎的正神恩典 那也是 可以为自己验证 关于百姓男子的猜想 哎 最近自己是不是膨胀了呀 又是阎望龙 又是雀狼神的 这还怎么苟着慢慢发育 著名朗一阵头疼 人终究还是不能太飘 还好 暂时这两个大麻烦都不会直接找到自己的头上 有周旋的余地 何况百姓难拿拥俗的样子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位堂堂正正的神明 先处理好眼前的事情 回去之后 找星化聊一聊 让他帮自己彻底抹除 这个没有任何实际根据的猜想 著名朗的步伐重新平稳了下来 甚至因为 来到了一个全新的疆土 而逐渐加了一些小碎步 新奇的东西 和风情 独特的街边美女 令人目不暇接 哎 说一句大不敬的话 我们尊敬的雀狼神 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啊 近几年下场一到夜里 就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 青灯古塔越来越暗 我们每个月到这里来祈求庇佑 也得不到一点点的回应 而且 雀狼神也很久很久没有现身 神城再也没有 神迹出现了 街边 一鸣推着小木车 卖糕点的老妇 叹着气说道 这句话正好落到了某个人的耳朵里 于是乎他的步伐 再次平稳 慎重了起来 前往了瓜分大会基地 那里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庙宇 庙宇是由供奉雀狼神的神意在统治中 可惜雀狼神是不露真容的 所有关于雀狼神的画册 壁雕 图印 都是一个披着华贵兽袍的背影 其脑袋也被袍帽给遮住 辉煌庄严的庙宇内 那些这座神城的管理者们 基本上都是效仿他们的神明 身穿着看上去显赫 尊贵的皮衣兽袍 没有过多的装饰 极节而整洁 小荣 这时 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 大 大哥 秘荣压抑地 看着前来的魁梧男子 一副大哥居然没有死的模样 太好了 我以为你和那些肮脏的圣区难民 埋在了一起了 看到你安然无恙 不枉大哥这些日子 为你祈祷啊 秘仲云露出了笑容来 不知道为何 秘荣越发觉得 自己大哥虚伪且不可靠了 自己和神选大哥哥 随后又返回到了 那片陨坑盆地 也不见自己大哥来找自己 明明就是看到阎望龙之后 自己一个人逃跑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大哥 回去之后 一定要将大哥的行为 告诉圣君 是朱哥哥救了我 朱哥哥可厉害了 秘荣指着朱明朗 那脸颊上的笑容 更是明媚灿烂 仿佛这位才是自己亲大哥 哦 哦 那真是太感谢了 你把我妹妹照顾得很好 是这样 我手底下的人死得死 重伤的重伤 正是缺人的时候 不如你暂且加入我们 玄歌神国的队列 助我夺取一份神域旗 到时候进入集庭 你想要哪片土地 哪片土地就属于你 秘仲云表现出了一副 慷慨的样子 像是一位国王 在给自己心境的将军封疆 不过 秘仲云这种高高在上姿态的人 朱明朗 最近见得太多了 不得不承认一件事 人最发自内心的愉悦 竟是来自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并非通过自己努力 而凌驾于别人之上的那种 仅仅是这种什么都不要做 就可以轻松地 将别人踩在脚下的感觉 无论世界怎么花里胡哨的翻天覆地 沉浸在这份 凌驾于别人之上的愉悦中的人 都不会少 比如说祝明朗 他走在这车水马龙的神城之中 不单单留意那些神城的俏家人们 也在看那些男子们 最后他得出的一个结论 即便是神将比我英俊的也没有 是个不错的提议 只是这神域棋又是什么 祝明朗点了点头 答应了秘虫云 祝明朗现在在天书神将 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身份 要融入到其中 正好需要秘仲云这样的人 在前面领路 你可知道窦剑神 秘仲云说道 未等祝明朗回答 秘仲云一如既往的自大轻蔑道 这位神明你不知道很正常 毕竟他是33正神中最为低调 但又是实力上并不逊色于华仇神明的 哦 那么神域棋又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祝明朗问道 窦剑神为规则神明 他的强大在于给人间制定种种规则 神域棋是他的杰作之一 用于大规模的统治战争 神族大战中 秘仲云说道 在战场中制定规则 祝明朗不解道 比如说那面神域棋 看到了吗 金色的那一面 秘仲云用手指了指 这雀狼妙语之中陈列出来的一面棋制 那个有什么用 祝明朗问道 只要你将这面棋制插入到要攻占的城邦中 并给予它足够的时间汲取大地的能量 那么 它将会幻化为一名 具备战场绝对统治能力的战争神魁 协助我们完成攻占大业 秘仲云说道 诞生的这战争神魁 什么实力 祝明朗问道 三名颠位王者都未必拿得下 而且 它的作用不是体现在修为上 它对城墙战局的破坏 对军队的压制 对龙兽大军的牵制 远超三名颠位王级强者 只要能让它诞生 哪怕敌众我寡 也可以轻松获胜 秘仲云笑着说道 诸明朗暗暗心惊 这神玉旗 是为战争而制定的 等于是借助神明的力量 来发起征伐 集庭的世界里 根本没有神明 要不懂得这神玉旗的作用 他们偷偷派遣一些人 将神玉旗插入到祖龙城邦中 人们还没有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战争神魁直接出现在城内 对守城人来说 绝对是毁灭性打击 第0636章 直入势力 有了这神玉旗 即便不需要军队 也可以凭借着一群高修为的人 拿下一座固若金汤的城 诸明朗附和道 没错 秘仲云点了点头 这一面战争神魁神玉旗 是秘仲云最为想要的 毕竟他一开始没有打算征战新兴路 采集新月域流离失败后 他打起了集庭的主意 总不能空手而归 何况集庭是陨落的新大陆 也会诞生许多新月域流离的 要是能够从这片土地上 搜刮到足够丰富的资源 回去也好向族里的人交代 毕竟他带出来的这些人死了太多 那银色的旗帜呢 好像有两面 诸明朗开口问道 最为稀有和昂贵的天降神玉旗 该神玉旗会改变空间的规则 将千里之外的神军直接传唤过来 甚至神军分散在了不同的战场 需要的时候 也可以瞬间完成神军的集结 秘仲云接着说道 诸明朗张了张嘴 却没有说话 乖乖 这东西才是最恐怖的吧 两军交战 一支军队从天而降 胜负还有什么悬念吗 蓝色的神玉旗看到了吗 那是古龙血神玉旗 此神玉旗一旦落成 战场中所有的古龙 都将获得血色寿息之力 对于慕龙大军一方 就是所向披靡 秘仲云说道 这些战争神玉旗 每一个规则都非常明确 如果统军的人好好利用 都可以轻松地改变战局 这让著名朗想起了绝岭城邦 绝岭城邦那些人 正是掌握了幻化聚岭江的能力 这才让这场原本碾压性的战争 变得无比艰难 绝岭城邦的五族 仅仅是明神族的一个叛译 小小的神族分支 就已经如此难缠了 更不用说天书神江中 还有那么多神明 这些神明的子明 神军都拥有集庭大陆人们 无法理解的神通 要抵挡下这群 更高修行文明的人入侵 难如登天啊 还好自己提前来探险了 不然到时候 黎川要面对这些奇奇怪怪的神域旗帜 哪怕严阵以待 准备充足 怕也会被打得措手不及 也就是说 现在各大神下组织 都在争抢这些神域旗 然后在一个月后 投入到征伐集庭的斗争中 著名朗说道 没错 神域旗也只有我们这些伟大的神之义 高等神明才有 那些闲散组织 虽然会像苍蝇一样 尾随着我们各大神下组织的步伐 可没有神域旗 他们只能够用最原始的力量 与那些集庭的人厮杀 密仲云点了点头 丝毫没有去怀疑过 著名朗的身份 著名朗点了点头 若是光平力量碰撞 集庭的修行者也不守 完全抱团在一起的话 天书神将这些人要拿下 也得付出惨痛的代价 但拥有神域旗的这些神下组织 他们会借助神明的力量 这是靠战争人数 修为高低 很难填平的巨大鸿沟 著名朗早早地到这天书神将 就是为了了解这些集庭未知的力量 不至于像上次对付 绝岭城邦那些聚岭将一样 那么艰辛 除了神域旗 还有别的可以方便我们征战的宝物吗 著名朗问道 多着呢 只要你协助我 我都可以告知你 甚至我还能够赠送你一些 不错的神之佐具 密仲云说道 可以 我对集庭其实也很感兴趣 不知道那里的女人是不是比天书得更美 著名朗配合着说道 密仲云立刻大笑了起来 仿佛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 用手拍着著著名朗的肩膀道 我们两个甚至可以在那里创立一个国 我们做那里的国君 到时候 你想要多少位妃子都不成问题 玄格神明在天书神将地位 仅次于华仇 而玄格神明的族裔 自然也受到绝对的尊重 尽管密仲云身边 其实没有几个高手了 他也可以狐假虎威 著名朗跟着他 增长了很多见识 神下组织是很强大 但存在一个弊端 他们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奔走千里 跑到这里来的 再者 神下组织里真正强大的存在 他们基本上已经获得了恩典 根本没有必要跑到这里 来抢夺其他心路的恩典 神下组织人数不多 一般是一支人数不会超过100的队伍 然后就地召集闲散人士 扩充自己的力量 神下组织的人 修为都比较高 至少是王极静 其中一些野心勃勃的组织中 应该有几位达到甸位的了 他们若是 在使用类似于神与奇这样的神力法器 还真不需要多少兵马 就可以轻松碾平集庭的武装势力 他们修为确实高 但人数不多 这个可以靠人海战术来应对 最重要的还是神力法器 只要弄明白这些神力法器 并及时破坏其使用规则 这些天书神将的入侵者 便不是不可以战胜的 这是一张集庭的板块图 灰色的地带 就请各位不要去触碰了 一名披着兽袍衣的男子 站在了高处 开口对众位神下组织成员说道 祝明朗看到了一个鼻青脸肿的人 正毕恭毕敬地站在这名高大男子身侧 正是那天在古庙中 被秘仲云给胖揍了一顿的神明上庄 上庄也看到了秘仲云 祝明朗 秘容几人 他扯了扯嘴角 但疼得变成了咧嘴 一个没有神明的大陆 为什么还有禁忌之地 一名穿着古山的人问道 这还用问吗 必然是某些神族 早早就在那里殖民 把最肥美的地方占为己有 我们这些来曼的人 就只能够分一分 他们选剩下的 一名妖艳的绿群女子说道 著名朗目光快速地扫了过去 灰色的地带 集庭大陆是存在着天外客的 也就是说 一些神族已经知道了 集庭大陆最终会降临到天书神江 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 神族使用一些特殊的方式 将一些人提前送到了集庭 四大宗灵 六大族门 苍龙殿 古龙宫 教廷 这些集庭的大势力中 这天书神江的神下组织 是哪些势力 这个信息对著名朗来说 也非常重要 著名朗一眼扫去 可惜这份地图板块 没有标明国界 著名朗无法第一时间 判断出是哪些势力所属 但他记下了山川分布 到时候 再对照集庭准确的山川分布图 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灰色的板块 有大概四五处 不包括皇都 也就是说 一直是统治地位的皇族 并不知道 各大势力中 已经存在天书神江的植入者了 有一处 著名朗看着非常熟悉 那个地方著名朗多次 在地图上看过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渺国 渺山剑宗 渺国是完全的灰色 包括渺山剑宗 甚至用另外一种灰黑色描动 这意味着 渺山剑宗的背后 就有一个神下组织 著名朗心中大害 不会吧 难道这就是渺山剑宗 从来不愿意 跟世人接触的缘由吗 他们属于天书神江的 某个神下组织 知道没有必要陷入到 这集庭大陆中的 任何无意义的纷争 那渺山剑宗中 谁是那位天外客 戒龙门在何处 密仲云问道 众人的目光 一下子转向了 集庭大陆的最东边 那里 正是黎川所在的位置 戒龙门在何处并不重要 岁月波很快就会冲击 整个集庭 所以在我们可以踏足集庭之前 集庭将产生一次灵气爆发 整个集庭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届时大家各凭本事 兽袍高大男子说道 下一次岁月波的出现很关键 集庭大陆本身就有势力分布 许多灵脉都被占据 被消耗 他们即便闯入境区掠夺过来 能够第一时间挖掘到的灵源 也非常有限 但岁月波的洗礼就不一样了 这等于让整个集庭 一下子变成了丰富至极的润土 岁月波出现的时间 也正好是他们可以踏入集庭前后 这就不用担心 好东西被土著名提前踩走 即便得不到恩典 他们也可以从中获益 并不是所有人都冲着恩典去的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修为更进一步 可理解龙门最近的地方 会获得小岁月波 并且会有岁月波的余波效果 哪怕无比平级 也可以变成寸土寸林 这块大地想来 各位都很感兴趣吧 妖艳的那位碧绿裙子女人说道 所以要来这里 与大家一同商议 若大家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争强 争得头破血流 最后得了好处的 还是那些闲散势力 所以我们最好在虚无之物 散去前定一下大致的规矩 避免大家进去之后撞在一起 产生无意义的冲突 兽袍男子说道 是啊 我们是神的子民 没有必要那么野蛮 即便是谋取利益 也应该体面 拿着与善的儒雅男子说道 还是遵守我最初的提议 如今 我们已经收集的可靠信息 虚无之物散去之后 能够第一时间进入集庭大陆的地狼 一共有16个 每一个地狼入口只允许一个神下组织 从那里进入 兽袍男子说道 一共有16个地狼入口 著名朗看了一眼 兽袍男子呈现出来的那份地图板块 发现不规则零行的集庭大陆边境 确实有16个标识 第0637章 慕龙士德肖 这16个地狼入口具体位置 我们已经统一密封了起来 到时候 我们再以比斗的方式来决定 哪一方先抉择地狼入口 相信大家多多少少 已经有了一些关于集庭内部的信息 若你们对哪一块大地特别感兴趣 那就选择一条最合适的地狼入口进去 静止前往你们的目的地 神下组织分散到集庭大陆边界 从东南西北戏分出来的16个位置出发 这样大大避免神下组织 在征伐过程中撞在一起 当然 若有几个神下组织 都对某地特别感兴趣 也可以前往 只是由于地狼入口位置不同 需要绕很远的道路 在这个绕路时间里 离得近的神下组织 基本上将该夺取的都夺了 各大神下组织 找寻岁月波给予这块大地的天经地华 还是去火拼争抢大家都知道的最富饶之地 这个规则很不错 既可以避免大家拥堵在一起 也可以各凭本事 各取所需 那位拿着与善的儒雅男子说道 那剩下就是看我们各自拍出来的彼斗代表了 一个好的地狼入口 可是关系到收成了 妖艳绿群女子笑了起来 仿佛在这方面有很绝对的自信 各位没意见的话 那就请大家做好彼斗的准备 兽袍男子说道 彼斗这一块 还是你们年轻人来吧 我们这些老家伙 要是打起来 怕是几天几夜都分不出胜负 养伤还麻烦 几个月都未必能康复 这时 一名黑虚男子笑着说道 我们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彼斗时 我们会要求所有人都贴上压制符 将诸位的修为压制在下位王级 兽袍华一点了点头道 神下组织中 尽管有一些人心中有一些不满 但最后还是少数服从多数 来自于大神明的组织内成员 他们本就心高气傲 并不把那些修为比自己更高一些的人放在眼里 毕竟修为这种东西 以他们的资质天赋 以他们的背景实力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积累 终究还是会到达那一个层次的 而在修为每个阶段的顾忌 还有所掌握的神通 以及所达到的境界 却不是靠运气 奇遇 努力 背景 就可以完成的 需要有自己的悟性 需要有自己对修行的理解 走出自己的道 将修为压制到同一水平 然后靠实力来取胜 这是天书神将各大神下组织都比较赞同的一种比试方式 这样才可以判断出一个人是否有足够的潜力 这一点倒是和吉庭大有不同 吉庭的理念就是 谁修为高 谁是也 大概是与庞凯说的有关系吧 修为到了颠位 没有误出自己的修行之道者 最终都将永远封死在颠位 实力不可能再有任何制的飞跃 助明朗心中这样想着 助明朗其实现在也在摸索 即便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步 可迟早有一天是需要面对的 现在自己对成神和封神也算是一无所知 前往了雀狼神城的比斗场中 这比斗场直接如一个巨大的石台高高地生在空中 由十几根巨大的山岩柱支撑着 宏伟而奢侈 各大神下组织成员都已经在比斗场中就位 并且进入了抽签对决的环节 我受了伤 这比斗就由你来 也算是对你加入我们玄阁阵营的一次考验 可别让我失望啊 秘仲云说道 空手套白狼 秘仲云手底下根本没有几个能打的了 而他自己也是伤势未遇 要不是他代表玄阁神的身份确实非常特殊 估计这里主持大局的人都不会让他参与这次瓜分大会 放心吧 我会挑一个最完美的入口 助明朗说道 好 那我抽签了 秘仲云说道 秘仲云上签去抽签 从雀狼神城那些掌管者和其他神下组织 对待秘仲云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 玄阁神明在这天书神江中的地位确实非常高 华仇的神下组织未来的话 基本上大家都是给予玄神神国的人给予最高尊重 当然 这只是在公开的场合上 若真的有利益冲突 这玄阁神下组织的身份就未必有用了 还是看双方的硬实力 助哥哥 加油 你一定可以战胜这些人的 秘仲说道 助明朗点了点头 助明朗其实考虑过 这么重要的比斗 可以让实力更强的庞凯来 但如果是压制修为的方式来对抗的话 庞凯自己也表示 未必能够取胜 那些神医 神明 拥有更高神通 更强境界 庞凯反而没有半点优势 慕龙师只能够选择翼龙出战 这一点 大家也请遵守 这时 那位兽袍华裔男子 叮嘱了一声道 妖艳的绿群女子 与几名神下组织的慕龙师 都露出了不满之色 但都没有提出反对的意思 看来神下组织之间的比斗中 一对一比斗里 对慕龙师限制的规矩 是早就如此了 想想也是 一对一的话 同级别内没有几个神反者 能跟慕龙师抗衡的 只能够上场一龙 助明朗挠了挠头 这就头疼了 本想着靠几条龙王 围殴这些神医 天子 圣民们的 哪知道天书神将的人 对慕龙师这么苛刻 慕龙师前期发育很困难的吗 懒相神反者 只管自己吃饱 全家不饿 怎么到了后期 反而不给人慕龙师 发挥自身最大的优势了 一点都不公平啊 这个社会还能不能好了 慕龙师什么时候才能够站起来 呃 不对 慕龙师太强了 得消 该让谁上场了 天煞龙 苍蓝青黄龙 剑灵龙 三龙的话 助明朗应该有限选择 苍蓝青黄龙 他拥有青雷命种 哪怕修为被压制到 只有下位的话 这青雷命种的威力 依然可以在王级尽有 绝对统治力 这些神下组织成员 多半也会有类似的 本领神通 天煞龙和剑灵龙 都不具备的话 会吃大亏的 呦 正思索之时 淋浴中 小白起发出了一声 悦耳的龙吟 像是在雀跃地 告诉助明朗一件喜事 第0638章 一并奉还 助明朗进入到淋浴之中 发现小白起全身 焕发出了 如皎洁月华光辉一般的龙光 他的身躯变得晶莹剔透 犹如冰玉雕塑而成 他的血脉 龙骨 气脏 都清晰可见 而这种月华龙灰笼罩之下 助明朗可以看到 他们正在发生变化 犹如虫塑一般 每一个细节 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比如说 每一道清晰的血脉 最终都会挤在了龙心处 而在龙心中 历经了一次循环的龙血 仿佛蕴藏了更强大的力量 输送到小白起的躯干 头颅 羽翼 四肢时 便像是一种洗涤与强化 羽翼 一扇一扇地打开 翼如月神龙蝶 神圣而威严 身躯如天山传说中的冰雪麒麟 那俊美云衬 又充满力感 显然是灵巧与力量的完美结合 完美冰玉雕刻般的龙鸡 又覆盖上了文理精妙 透着古老之韵的白龙灵纹 使得它更像是月宫中的神灵 对日月之精华而诞生 它的尾巴保持了最初蝎子变尾的风格 但在尾巴末端 却出现了凤凰伟蕴蕊的形状 这伟蕴向后疏离的时候 犹如一朵白色的花骨 但这一片片伟蕴包裹着的 却是一根致命伟褶 犹如犀利的银刺 这是到成长期了 祝明朗再一次流下了老父亲的泪水 这一届的小白龙 太难带了 不过 总算是到成长期了 再度过最后一个成长阶段 小白起应该有望 直接到达滇尾王级 哟 怎么 你要出来活动筋骨 祝明朗听到了小白起的请求 祝明朗将小白起换了出来 小家伙为了能够和祝明朗多逆一会 又幻化为了小小白龙形态 站在了祝明朗的肩膀上 那挺立起来的身姿 微微扬起来的头颅 还有屁腻天下的自傲眼神 祝明朗忽然间明白 自己假象中的雀狼神那个神态 是从河来的 分明就是来自自己家这只小白龙的 这次比斗虽然是限制了修为 但也得到下位王级 暂时还不适合你 祝明朗对小白起说道 小白起摇晃着脑袋 两只龙耳朵可爱地扇动着 不听不听 就要打架 祝明朗哭笑不得 小白起这份自大狂妄 到底是从哪学来的 喂 喂 姓祝的 你到底上不上啊 对手都在那里等你半天了 密中云嗓门有些大 在祝明朗耳边道 祝明朗回过神来 才发现 宽敞至极的比斗场处 已站着一个 面貌有那么一点点熟悉的人 雀狼神成神明上庄 鼻青脸肿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啊 天书神将 就没有一点高效的疗伤药吗 祝明朗走上前去 事实上 他还未完全决定 究竟该有哪条龙来应对这场比斗 不管怎么说 这关系到黎川的命运 自己不能由这小白起的性子 可没等祝明朗多考虑 这只脚侠 任性 自大的小白龙却从祝明朗的肩膀上跳了下来 然后全身的羽毛飞扬了起来 散发出了一道道月白色的圣光 圣光包裹下 小白起身躯变化成了成长期该有的样子 似一只冰雪麒麟 但背后却有着好几道苍月龙翼 层次分明 一盏红尾 赤脉华丽 等一下 我要换龙出战 祝明朗见那位兽袍华裔主持男子 要叫开始 急急忙忙说道 既已换龙 便不能更替 这是规矩 那位主持男子一点情面都不讲的说道 祝明朗苦着一个大脸瓜 小白起如此顽皮 祝明朗也没有办法 只好站在比斗场中 并在最短的时间内 与小白起进行灵魂上的交流 毕竟他们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了 有着其他人没有的熟悉与默契 你现在是什么白龙 你有什么牛气冲天的技能 你现在是什么修为 为什么我感觉不出来 好吧 祝明朗承认自己对现在的小白 起一无所知 除了知道他喜欢晒月光 喜欢吃月琉璃 两眼一闭 听天由命 另一边 上庄却已经小幅度地勾起了嘴角 但这只是他表面上的一些克制 内心中他的嘴 估计笑脸地能到耳后跟了 雀狼神明在上 竟对上庄我这般眷顾 还在古庙的时候 自己就暗暗发誓 一定要找回那天丢失的颜面 没想到辗转一些天 自己期待的一天 就这么到来了 知道我上庄这些天在族人里 有多抬不起头吗 知道我这种子的脸 为何不愿意消退吗 当日之辱 今天一并奉还 论身份 他上庄承认自己不如秘众云 雀狼神的名头 也没有玄歌神响亮 可论实力 他上庄绝不输给任何一位神异 别说是压制了修为了 便是大家平真本事对抗 他也自信 不会输给在座其他任何一位神下组织成员 他上庄就是有这方面的自信 草根也会崛起 莫骑神明穷 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但却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 在你们这些天命之人养尊处优的时候 我上庄早已经走遍各大疆域凶险之地 在你们自诩为神的接班人时 我上庄早已经问鼎至高境界 别的我不如你们 但论搏斗厮杀 你也只配贵扑着 上庄用手指着祝明朗 眼睛里满含兴奋 说完这些话 上庄已经向前踏出了半步 这半步暗藏着玄机 就有一种 将这整个广阔的笔斗场 给压缩压迫的感觉 可活动的区间变得非常狭窄 祝明朗能够切身感受到 这份特殊的压迫 仅仅是个半步 就好像自己被逼退到了战场的绝地 压迫感 窒息感 狭窄感捅同涌上心头 祝明朗目光落在了小白琪的身上 对方这半步压迫 自然是针对苍越小白龙的 祝明朗现在还没有与刚刚完成 进阶的小白琪产生灵魂共鸣 无法感同身受 也无法了解到 小白琪拥有什么能力 苍越小白龙往前迈开了步子 突然一股强大的冰息 似将远古时期的天兵地界 一下子拽到了当下 那鼓远风啸 那苍茫与兵器的空间 不仅仅是将所谓的半步压迫 给彻底击垮 更反将上庄给笼罩进去 上庄大惊失色 他感受到了那刺骨的冰寒 更在这咄咄逼人的气场下 变得渺小 犹如一颗草戒 被狂风肆意地卷到这天兵谷界里 在遥远的冰原之中 备受摧残 随意飘荡 上庄立刻扎马步 双臂向前 以淬炼了自身多年的离火 来护住自己的身体 他是一名五行师 金木水活土五行 都是他可以施展的法术 离火为他最为强大的火之命种了 是他从绝地凶土中 猎杀了一头离火古龙而取来的 他以这离火护佑自己 形成了一个硕大的火之柱 使得自己不再受这只白龙的气场压制 各大神下组织都在观战 他们暗暗诧异 这上庄竟有这火之命种 实力强悍 难怪雀狼神城的人 会派遣这样一位神明来出战 一些滑而不实的龙威 怎奈何得了我五行师上庄 上庄怒喝一声 他全身离火扩散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冲撞火炸 往前方快速地扫了过去 而未等着冲撞火炸 接触到小白龙 上庄利用一个土盾 竟一下子来到了小白龙的面前 离火化做了响龙火绳鞭 上庄在火炸撞向小白龙的同一时间 挥动着响龙火绳鞭 朝着小白龙的四肢甩去 即是鞭打 又是束缚 好家伙 防守反击 行云流水 著名狼也暗暗惊讶 这上庄还真有几分硬实力 就在众人都觉得 小白龙会被这响龙火绳 给捆住四肢时 小白龙哈了一口气 龙吸都不算的那种 便轻易地将那撞来的火炸给洞吸 至于那凌厉的降龙绳 小白龙就很自然地蹦跆了一下 宛如平日里 给小孩们玩耍的跳绳一般 轻松地不能再轻松地就躲开了 小月起来之后 小白龙没有落地 而是突然张开了背后那一层又一层的龙翼 龙翼上更不知何时琳琅满目 挂垂着无数银色如的冰尘银钻 璀璨华丽 但随着最大的白龙斩翼猛地张开时 这些冰尘银钻 朝着四面八方暴散 一粒小小的冰尘 就可以冻结一大片楼宇 更不用说 是那可以化作恐怖冰川的银钻宇 比斗场内 一座恐怖的冰川天地在诞生 并且产生了一股冰灭万物的力量 上装反应非常快 正在利用缩地成寸的土盾高境界之法 一步就有树立 正常情况下森林危险时 它早就远顿了 可白起制造的这冰川天地连绵不绝 仿佛只要这笔斗台有一方大地那么广阔 它的力量便连绵到这一方大地的尽头 这笔斗场已经很庞大 很豪华了 还是容不下这股力量 而上装逃跑的速度 更不及这冰川天地连绵产生的速度 最终它被逼到了边缘 最终它全身被冰川给覆盖 冰川巨大 完全是一座连绵山巒 而上装被冰封在里面 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 估计这要是在野外 冰川数十年不化 上装被冻结在里面 也不会有人知晓 好夸张的龙溪兵剑 压制修为的情况下 都这般恐怖 那位黑须老者 忍不住惊叹了一声 第0639章 招揽高手 望着眼前突兀浮现出来的壮丽冰川天地 助明朗自己也瞠目结舌 要不是这龙是自己亲手带大的 助明朗都怀疑 小白旗已经进入到完全期很多年了 才刚刚进阶到成长期啊 虽然上装也压制到了下位王级修为 可作一只龙宝宝 这样将天书神将的高手暴打 真的合适吗 呼 小白龙轻蔑地吐了一口龙气 望着上装的方向 花里胡哨 弱得向之安纯 解决了对手 小白旗转身 回到了助明朗的身边 那标准的成长之龙身躯 也在慢慢靠近的过程中 一点点幻想 最后变成了一只血狐大小 轻盈地跃到了助明朗的肩膀上 微微扬起了小脑袋 那神器 那傲娇 就等着助明朗 缩刮肚子里所有的赞美之词 往他这里倾倒 但助明朗毫不客气地抬起手来 给了小白 岂有悦应的小脑袋上一个敲打 哼 谁叫你的扮猪吃虎 你扮猪吃虎就算了 连我都当猪吃 哟 小白龙被打了脑袋 一脸都委屈屈 一副伦家 只是想要给你一个惊喜妈的样子 霸凌小白起归霸凌 助明朗表面上 一副老父亲不以为然的样子 心中却有一个小人 在原地翻滚加旋转 辛辛苦苦养的白菜 终于会拱猪了 这还是在成长期 就已经是龙王了 而且还是吊打上装这样 在战斗能力方面 比较突出的神明 这要是能够踏入到完全期 白龙龙神 小家伙这一次轮回折变 还真变为了龙神 尽管之前心中隐约有个数 可当这件事真的验证之后 助明朗仍旧觉得几分不可思议 玄阁神国的人 果然不好招惹啊 虽然他们这一次 没有派遣多少人过来 但到时候进入到集庭 看到他们玄阁神国的旗帜 我们还是绕道为妙 拿着扇子的儒雅男子 小小声地说道 周围其他神下组织成员 也纷纷点了点头 不是所有的神下组织 都大手笔的 让巅卫 尚未王极尽高手相随的 毕竟这场逐猎 本身就是一次各大神下组织 对他们这些人的考验 所以 小白旗表现出来的可怕实力 让这些人分外忌惮 要没有十足的把握 确实没有必要去和 玄阁神国的人争抢 哈哈 我一眼就看出你非迟中之物 以后就跟着我混吧 我保证你飞黄腾达 秘众云脸上堆满了笑容 他没有想到 自己随意招揽过来的人 居然还给他们玄阁神国 打响了一波名声 这可比那个满脑子 都是渣渣的红天风小天子 靠谱多了 要是这一次进入到集庭 能够有大收获 圣君和国主 都会奖赏自己的 没准有机会竞争 接下去几年的恩典 谢龙们 只要能够进去一次 他密中云这辈子也值了 不对 有秘荣在 只要自己能够踏入集庭 就很大概率 可以找到恩典 成为神明候选 只日可待 大哥 我觉得这个位置 应该会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到时候 我们就选这个入口 进入集庭吧 密戎开口对密中云说道 密中云眼睛马上亮了起来 这个时候 只要相信密戎就好 大哥听你的 密中云点了点头 密戎选的地狼入口位置 自然就是最靠近黎川的 事实上 几个神下组织都垂涎黎川 这是一块离界龙门最近的土地 而在席卷整个大陆的岁月波到来之前 必定会有几个小的岁月 波恩泽提前降临 使得那里会比其他地方富饶许多 何况从集庭内部传出来的消息 也是 各大势力如今也都驻扎在了黎川 那里甚至有可能存在恩典 获得了优先选取权 助明朗也特意留意了一些 其他神下组织的选择路线 并非是选取了离哪里最近的地狼入口 那里便属于那一方 现在助明朗这边 只是占据了一个距离的优势 而且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存在 玄格神国这一次派遣的人数极少 本身密仲云他们就是冲着别的东西来的 临时起义要进入集庭 这与其他早就做了充足准备的神下组织相比 征伐的队伍实在太薄弱了 到时候真在集庭与其他神下组织相撞 一碰就碎啊 所以密仲云已经打算招兵买马了 他将自己一些压箱底的宝贝都掏了出来 就为了能够在这雀狼神城中召集一些 愿意为他们玄格神国效力的高手 这么短的时间 是不可能从神国中调遣一些人过来了 助明朗 你既然是这里的人 可有认识一些靠谱的高手势力 为我们所用 密仲云认认真真问道 密仲云已经拿到了神玉旗 拥有着神玉旗 他们就相当于神明的使者 为神明开疆阔土 名正言顺 且无可置疑 同时 因为助明朗的神勇发挥 他们还有了一个绝佳的骑士征讨位置 只要兵马充足 收获是难以想象的 我确实认识一个隐藏的世家 他们之中多数都是高手 只是这些人只为金钱卖命 给得钱足够 他们才肯出山 助明朗说道 这一次出行 我向圣君和国主 申请了足够的资金储备 只要你能把人找来 我保证支付得了他们心满意足的价格 密仲云拍着自己的胸脯 非常自信地说道 那就好 只是还存在一个小问题 这些人常年隐居 不轻易信外人 我也是机缘巧合下 才获得了他们的信任 到时候 即便是你付的钱 他们多半也是听我的 助明朗说道 没事 没事 我早就看出 你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 否则我家妹妹 怎么对你这么信赖呢 你要是有争讨方面的雄才 有你指挥 也未尝不可 你只要知道 你代表的是我们玄哥 一切都好说 密仲云说道 我这游民 其实也是希望 获得像玄哥这样 英明之神的庇佑 要是能够借协助 众云大哥的千秋伟业 来获得玄哥神明的赏识 那我助明朗 可以肝脑涂地 助明朗立刻表露出了 自己所谓的真实想法 哈哈 好说 好说 密仲云道 哈哈 两个男人相谈甚欢 但各有各的心思 第0640章 名神族的挑战 一旁 密仲静静地看着这两个人 没有怎么发表自己的意见 自己大哥密仲云 密仲有如今 有了深刻的了解 最擅长的 就是给别人画大饼 然后 让别人冲锋陷阵 自己坐收好处 现在密仲对自己大哥 充满了嫌弃 而助哥哥 不仅仅是善良的化身 哥整个人更是充满了智慧 轻描淡写地演绎出了一个 被赏识的人的样子 表面上附和密仲云 实则早就有了自己的完美安排 两位哥哥 人品和智商高下立判 招揽高手 这还不是守到勤来的事情吗 助明朗手头上 正好有一批 闲置在绝岭城邦的高手 而且 这些人为了给自己的同胞们 争取仅限的生活空间 都可卖力了 庞凯 过些天 我们回城邦一趟 将那些之前 跟着你的人给调过来 密仲云之父的雇佣金 到时候给你们 让董夫人置办一些东西 改善一下生活条件 助明朗对庞凯说道 哈哈 公子英明啊 庞凯忍不住笑了起来 原来助明朗说的招兵买马 就是将盛阙大陆的人给弄过来 以玄歌神国的旌旗 去征讨黎川 用的还是现在 就驻扎在黎川中的人 庞凯 都不禁佩服助明朗 这左手到右手的本领了 密仲云显然有自己的小心思 可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助明朗招揽来的人 就是黎川的 这不仅仅是给了 盛阙大陆这些灾民们 一个合理的身份掩护 更白白赚了一大笔钱 然后整个打着 玄歌神国旌旗的神下组织 却一下子全变成了他们自己人 尽管庞凯心中对密仲云 还心存愤怒 正是他们将夜言与阎望龙 给引到他们栖息的洞窟 但现在也算是阴火得福 招兵买马 没多少天 助明朗便与庞凯 召集了一群比较可靠的人过来 当然 助明朗也没有一口气全弄过来 黎川现在成为了 所有大势力眼中的香魔魔 再加上神下组织 与天书神将闲散势力虎视眈眈 留守一半以上的高手 比较重要 当然 助明朗也提前将自己的一些部署 知会了黎云兹 让黎云兹到时候见机行事 神明的庇佑是一个关键 等到虚无之物一散 我们就打着玄阁神国的旗号 将黎川给占领了 到时候 无论是哪一方神下组织 还是哪一方天书势力 我们都跟着他们的头打 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 明白吗 助明朗将人召集好了之后 开始驯化 都是一群走投无路的人 如今有了助明朗在引导他们 爬出洞窟走向光明 他们自然愿意干脑涂地 生却大陆这些人 一个个眼睛都发亮了起来 本以为躲入急停黎川 只是暂时苟且偷生 没有想到 助公子拥有这般大智慧 为我们在这样一个家缝中 求得了生机 到时候 公子尽管吩咐 我等自当以命相搏 绝不让其他神下组织与势力 燃至我们最后的家园 一名修为 有王级上尉的圣却慕龙师说道 在眼下的局面下 拥有一个合理的身份相当重要 玄歌神国在天书神江 本就拥有崇高的地位 到时候 他们只要展现出 足够强硬的态度与实力 相信很多神下组织 与闲散势力 也会知难而退 不然 一块大地 即便高手诸多 被天书神江的那些人 称之为神器之地后 是个妖魔鬼怪 就来咬一口 天书神江如此庞大 闲散者中 更是强者极多 黎川很难招架得住的 助明朗这一手 等于是让原本岌岌可畏的黎川 有了一个非常光明的生存前景 当然 即便没有与秘仲云合作 秘荣的意思 也是让助明朗 最好借着玄歌神明的旗号 来为黎川做庇佑 但是秘荣没有神域旗 手头上更没有任何强大的神之佐具 到时候 终究会有一些神下组织 寄予黎川不息 与他们搏杀 坚守起来 就会格外吃力 助兄弟 这些就是你招揽来的高手们 我还在院外就感受到 这些人强大的修为与气场了 非常好 非常好 有了他们 我们所得 若为玄歌神传扬了他的信念 叫化了那些急停的夏明 没准还是大功一剑 秘仲云从院外走来 脸上满是欣喜之色 这么短时间 弄来这么多强者 本以为助明朗 最多只能够招揽来一些准位 夏卫 最多也就中卫级别的人了 哪知道这一眼扫过去 尚未亡级修为的 就有不下四名 神义轻视那些修为虚高的人归轻视 但真打起来修为 还是最实用的 你给的那笔钱不太够 毕竟你也看到了 他们的修为 助明朗面不改色地说道 这个 我这次出行 手头上也没有带足音两 不如这样 这些人都先跟着我们 等我们进了急停所搜挂来的东西 都先分给他们 其实像我们这样的神医 能入我们眼的东西 也很有限的 秘仲云说道 我和他们商量商量 虽然有些为难 助明朗说道 有劳了 有劳了 秘仲云语气中 透出了几分谦虚 不再像起初 那幅目中无人的样子 没办法 现在全部都得仰仗 这位助兄弟 不然死了这么多人 还一无所获地回到玄格神国 他秘仲云 肯定要被贬到一些小地方去 往后再也没有机会竞争恩典了 在玄格神国 恩典的赐予非常明确 圣君与国主会筛选出一些 近些年来表现出色的神意 神明 交付一些事情 由他们来负责 做得好的 将体系到更接近神明的位置上 成为神选的储备 如果一直在分发的事情上 都表现出了惊人的万力 那也就离获得神职恩典不远了 秘仲云需要得到更高的赏识 就不能这样带着几个伤残回去 必须破釜沉舟 在集庭中干一番大事业 对了 我过来找你 还有一件事 就是明神族的人打算与你比斗 他们也是圣哲族 他们和我们一样 看上了靠近了雀狼神城 这一面方向的地狼入口 秘仲云开口说道 明神族 著名朗皱起了眉头 明记那小子 果然是一个老间谍 他应该早早地就将集庭所有的信息 都告诉了自己后面的神族势力 眼下 明神族的人是铁了心 要离穿这块大地了 将这群从北绝岭带来的高手们安排好之后 祝明朗就前往了大比斗场 在明神族挑战之前 祝明朗还打了一场 仍旧是没有什么悬念的 将对方给击垮了 小白起现在的实力强得有些离谱 而且 他所掌握的能力 好像永远都是碾压同级别的 甚至是超越好几个层次 明神族 这是天书神江中 比较强大的神下组织了 他们供奉的神明是 明梦 天书神江三十三位正神中 并不是所有的神明都特别能打 其中一些神明是讲究信仰与教化的 他们借助子明的信仰之力 来成就自己的正神之位 这些神明掌控的神力也各不相同 华仇是力量与毁灭的神明 要论最能打 他是当之无愧的 而同样是武力上非常出众的 便是明梦神 只是 武力强悍 不代表至将就有方 不代表子明就愿意虔诚追随 更不代表族人终成优秀 其神灰自然而然会逊色于其他神明 我们明神族在比斗方面从未输过 别说是这种压制了修为 限制了你们慕容师可召唤之龙的鄙视 即便是你全力以赴 也休想与无抗衡 明神族的代表 明炼杰说道 著名朗站在比斗场中 看到了这位半身赤膊的明神族男子 半身赤膊 这庄术倒是与绝岭城邦黑沙很像 不愧是来自于同一宗族的 全身上下写满了蟒夫二字 不过黑沙应该不算是蟒夫 他利用地魔之皇 确实差点成就了一代辉煌 你要与我争夺最吸入口 著名朗问道 没错 也不妨告诉你 那块大地 我们明神族是要定了 不管最后有多少神下组织 要与我们竞争 我们绝不会姑息 明炼杰说道 那个平本是了 著名朗说道 将你那条白龙给我换出来 哼 这些天听闻你和你白龙耍进了威风 正好拿来 给我明炼杰热热手 明炼杰说道 肩膀上 小白旗打了一个哈欠 勉为其难地挪了挪位置 走向了这大鼻斗场的中间 明神族是铁了星要离川了 他们这一次 甚至有明族神军 在这座雀狼神城的下城驻扎 实力极其雄厚 且斗志昂扬 既然这样 著名朗更不能让他们 占据有力的入口了 小白旗走到场地中央时 已经幻化为了战斗的形态 他身形不算巨大 但那非常夸张的白色羽翼 却使得他看上去神俊无比 禁术神符 突然 那明神族的明炼杰 朝着小白旗扔出了一道紫黑色的神符 神符悬在了苍越小白龙的上方 降下了一根黑色的影毛 穿入到了白龙的身体里 白旗仰起头去 瞇着眼睛看了一眼这个神符 面对那贯穿下来的怪异禁术影毛 却也没有闪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